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礼拜的 因为赖清德 这个副总统访问 这个巴拉圭 巴拉圭的总统新就任职 他入京美国 那当然当初去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军演 当时我们还在开玩笑说 赖清德一定显得很落寞 没有想到我在 北京的眼中的地位这么低 我路过美国 都没有任何的抗议行动的 那时候很平淡的就过去 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发言 然后后来呢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了 后来回来就突然一下变成 哇突然一下怎么变成 这么大型的军演 我要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从头到尾的说明一下 而且我们应该从政中间警觉到什么 第一个去年佩洛西来的时候 那是有史以来 中共的军演 北京的军演 最严重 最强度最高的一次 那那一次呢 总共战机也平均一天 有66架到91架 就那个 每天都有66到91这个架数 那更别说过中线啊 到我们东岸了 军舰呢 那个时候军舰有14艘 整个老子台湾这样子 这样子在走 而且有靶区 所谓靶区就是划了那里去 它有导弹打进去的 那个靶区就贴着我们的港口 还不算非常的远 那它还有操演区 都有在划定的各个四块操演区 那个是截至目前为止 最高的一个强度 那当然日常 从那时候开始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国军的防守线 就一直往内缩啊 那我的感触其实蛮深的 每一次我们的外交部有什么突破 既好外交部一有突破 我们的国防的防卫的这个区域就像内缩 你没有发现吗 以前哪有那么多飞机过中线啊 现在变成家常便饭了 现在每一天日常都有一些飞机进入我们的 进入我们的东南的这个ADIZ啦 或是跑到我们的东岸啦 或是接近我们的B林区啊 每天都有几架次到十几二十架次 几乎都有 很难得一天可能没有 那船呢大概都有三艘四艘 在我们的周围某个地方在那里移动 那这些这些都算低强度的 但是即使这些在低强度 在我还在海军的时候 任何一天发生这个低强度的事 那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可是现在当初不得了的大事 在今天已经是最低强度的 那这一次赖清德副总统去了之后呢 我们战机来了四十六架 就是有一天演习 突然那天宣布演习来了四十六架战机 战舰来了九艘 这两个数字还算是中等的 最主要是他没有靶区 没有操演区 所以他没有实弹射击 在我们的附近这里任何地方去进行实弹射击 那这个的强度也已经超过我们平常的 一般日子的这些架速啊烧赤 所以这叫做中等强度 所以以军事行动来言 这次北京对赖清德的出访或者回来 我觉得他没有做出很强烈 只是中等程度的这个抗议 那事实上他这个抗议的是 赖清德去访问巴拉圭 参加巴拉圭总统的就职 然后入境美国吗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忘了 2022年去年一月 赖清德同样的到中南美洲去参加 宏都拉斯总统的就职典礼 他一样路过像这样子的方式 一样路过了 他第一个路过的是纽约嘛 在纽约的时候当时的AIT主席莫建啊 就亲自登机去接他 就来的时候就接他了 然后回来当然再回来 经过纽约山也有接 但是他在美国待的那段时间啊 美国安排了17位国会议员 和赖清德做了视讯的 大家交谈交换意见 对台海啊怎么样什么的交换意见 17位 所以这一次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次 只有在进来的时候在纽约 那个AIT主席说 他妹妹结婚所以他没去 然后在纽约只有一个桥宴 然后去了巴拉圭回来到 这个洛杉矶的时候 AIT主席去了 因为他不能再来一个弟弟结婚吧 所以他就第二趟他就去了 去接机了 但是在洛杉矶也只有一个桥宴 从此你可以看出来 他没有跟任何的国会议员啊 没有什么州长啊 什么众议长啊这些 通通都没有 所以这一次来讲 在民进党这七年 所有的这些叫做外交的里面 是最我们叫他保守的一次好了 你不要叫他说最不光彩的一次 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些很多时候是大家政府双方 你来我往的沟通结果 但是的确算最低调 所以这一次既然这么低调 为什么回来之后突然之间来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演习 因为事先是没有任何预期的 他突然就早上九点钟宣布 然后十二点就大批的兵力就往我们中间这里接近了 那是因为他到巴拉圭的行程吗 不会啊 跟他去年比起来 那已经是保守很多了 而且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在做自我宪政 北京也好 华盛顿也好 台北也好 都希望不要说因为这次惹出什么麻烦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你知道吗 真正的问题是赖清德在出国之前7月27号的时候 他接受了彭博社的专访 然后在八月十五清晨的时候 在美国首播 他首播的里面呢 很多报纸都有提到 就是说赖清德在这次访问里面 他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叫民主国家 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对不起 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两句话是大部分报纸 引他的 或者他在那个访问里面说的一句话 说这证明他是台独 所以北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觉得这个你单看这句话的内容 其实你这句话你觉得很陌生吗 是第一次讲吗 我觉得并不是 那所有的讲话 你知道除了他的内容以外 还要看场合 对谁讲 如果这句话是我们私底下吃饭的场合 赖清德坐在这里跟我这个枕桌的人讲这么一句话 这根本不是行文 如果这句话是在民进党的肇事场合 在一个室内的场合 然后赖清德讲这句话 我觉得也不会引起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是民进党自己的肇事场合 如果在民选的大选的 中共府面前的大场合 对着全国的现场的广播 然后又有现场的 他讲这句话 这就严重了 但是他的严重度 还没有接受彭博的访问 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那是外国媒体 他在全世界传播你这句话 这是一个叫做堂而皇之的 一点都不遮掩的台独言论 我觉得这个专访 是真正让人觉得不可接受的一次 而且呢 这个彭博你要记住 他在世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他不是一个色彩很偏的一个媒体 而且他主要专注在经济 也有政治也有军事 所以他有他的一定的可信度 那他出来报道 那当然北京看的是非常不高兴的 而且你再注意看 如果你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 这个原版的访问 有七分十秒 我仔细的看完了 他那个里面讲话 赖信德也有讲中文 也有讲英文 他英文讲的不错 那个发音啊都算蛮标准的 那毕竟他也是在哈佛大学 拿了一个硕士吧 所以他还算一个聪明的学生 也用功的英文讲的不错 最起码我觉得他比蔡英文讲的好 那因此他其实他可以整个过程 都用英文回答 再加上这个题目都是事先可能一定理定的 就算他英文没那么好 光我参谋给我 你一定一下我去背一下 就七分十分我也可以讲的还算不错 但是他很多部分 你去听哦 尤其很关键的时候 他都是用国语讲的 为什么 怕你啊 会错我的意 如果你有曾经接受过这些媒体访问 你就会知道 哦媒体记者有时候真的可能会扭曲你的意思 我很怕什么东西 我有时候写的文章 你转载没有关系 你可能还卡头去 转贴 说黄振辉说什么 那也就算了 我最怕就是我参加政论节目 结果一个平面媒体 登出说这个 我说了什么 我最怕那个 为什么 第一 偶尔讲话 你不是一个经过 尤其在政论节目 你不是一个很有深思熟虑的 通一下讲出来 那他也没有听得很懂 但是他就要听懂这句话 抓的那句来讲 所以经常有时候 我一看到 我说 哎呦可能这是我讲的话 我头皮都发麻 我赶快去看一下 有时候当然还算公正客观 但有时候真的是一面倒的 根本不是我原来的意思 可是他就会这样讲 所以所有的媒体的访问 我可以告诉你 那些老练的政治的人物 他都会知道 你不要在中间聊拨事情 这是不是我讲的 所以第一 英文的翻译 过来翻译过去 就谁知道 你原意什么意思 讲的不精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赖清德在那个访问里面 大部分时候 讲的是非常标准的国语 就是他是我 非常清晰的 我的思维就是这样 第二 这篇专访 我保证你 在播出之前 赖清德办公室 一定要亲自看一遍 你到底把它翻译成什么样 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实际的去看一下 包含中翻音 因为美国人看不懂 赖清德讲的这个中文 对不对 那你怎么翻成英文的 是不是原意 他们会 所以这七月二十七号接受 八月十五才播出 你认为他们会让他 不看的就让他登吗 不可能 赖清德办公室 尤其他现在在竞选 怎么可能会 不去管这 所以一定是看过 因此 那七分十秒的 是赖清德相当清晰 而且明确的一些 那如果你只是想说 他讲那一句话 就是台湾是民主国家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你说这句话还算OK的话 我建议你 立刻到YouTube去 打赖清德彭博 找那个七分十秒的那一段 你看那整个过程 他讲的话 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严重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没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哦